作为全球首次以碳纤维复合材料制作的奥运火炬 如何实现艺术与科技的完美结衡 从一张设计图到批量生产 飞扬火炬的诞生经历了多少故事 创新北京栏目实力走往北京 上海 江苏三顶 为你揭开飞扬火炬的神秘面纱 让科技之光照亮世界 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创新北京 我是秦素 大家好 我是于龙 今年的北京很热闹 我们即将进入农历虎年 在虎年我们还将迎来一件举世瞩目的大事 那就是2022北京冬奥会和北京冬残奥会 在大年初二 也就是2月2号 北京冬奥会的火炬传递活动即将开始 而今天非常有幸 我们现场请到了一位特殊的嘉宾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右手方向 今天我们把北京冬奥会的火炬 飞扬请到了现场 这时候就要考虑它是不是能够防大风 是不是能够防水甚至是瓢泼大雨 据我了解火炬真要做成这种像丝带一样的飘逸感的造型 其实是非常难的 飞扬火炬造型飘逸 但材料的选择给技术人员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什么样的材料既能满足设计的艺术性 又能在使用中经受住强度和耐用性的考验 还能够实现批量化生产 技术人员最终 江木光投向了一种新材料 碳纤维 这个任务其实起源于我们对体育界朋友的一次接待 他们来了以后 我们给他们看了我们碳纤维的发展 讲到碳纤维可以用在体育器材 然后我说其实它很轻 它可以做火炬 你们以往的火炬都是金属的 他们说这个主意好 我们跟多奥主委反映一下 然后就跟多奥主委联系上了 然后他们说你们做一个给我们看看 我们就拿了以往的视频上的火炬 叫他们设计团队设计了一个 就自己做了一个 做了一个拿过去 很轻很轻 而且强度很高 摔不坏 他们感觉很好 说这是一个主题 将来这个火炬可以按照这个去做 所以就有了这么一个任务 中国石化 上海石化 从2008年开始 就开展了碳纤维技术的攻关 形成了从原丝 预氧化碳纤维到复合材料产业链的创新能力 2022年6月 在中国石化冬奥办科技部的统筹指挥和大力支持下 决定由上海石化牵头 举行冬奥火炬碳纤维外壳的研制 碳纤维本身是一种力学性能优异的新材料 质量只有钢的四分之一 强度却是钢的七到九倍 被誉为 很自豪了 我们觉得我们有可能把我们的碳纤维用在这个传递火炬上 等到最后那个阿里团队的那个设计中标以后 我去到冬奥组委看他那个发布会 亲手摸了这个火炬 看了这个细节以后我吓一跳 我说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不容易 因为有很多的难点 首先一点它的火炬跟以往的不一样 它的这个外壳和这个火是充分地融在一起的 它有一部分是火在里面转出来的 所以外壳要经过火的燃烧 这么高的温度而且清冷的火炬 当时我是觉得 从我的知识和我的过去的经验来讲 没有哪款素质能够经得起这个手 所以我接了这个任务以后 我第一个想法 大概是两分钟的时间 三维编织大大加快了火炬预制体的生产 但是用碳纤维纸成的火炬是软软的 没有办法固化 上海石化在与中和八所共同研发中 找到了解决办法 我们把上海石化生产的碳纤维 作为火炬外壳的钢筋 那么再加上中和八所独特的核用素质配方 那么这个配方具有高强度 耐腐蚀 耐高温 耐摩擦 耐紫外线辐射 等等特殊的功能 那么这个配方与碳纤维符合在一起以后 再进行固化 那么就形成了像混凝土这样的 很坚硬的又很抗衰的火炬外壳 飞扬火炬的飘带艺术设计看上去很漂亮 却给火炬的外壳精确成型带来了挑战 火炬外壳的整个的厚度它是比较薄的 那么它的尺寸要求精度非常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采用了我们核工业专用设备 精密薄壁产老乘域技术 还有一个是超硬的异形符合材料 疏空切削这个技术 通过这两个技术 我们顺利实现了火炬外壳尺寸和形状的精确控制 同时我们还高度方言了火炬外壳的艺术设计美 好不容易解决了火炬成型的问题 但是在验收过程中却发现 成型的火炬外壳在氢燃料800度高温燃烧下 竟然出现了裂纹 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火炬燃烧时候的清晰温度要高达800度以上 那么这个就要求我们火炬外壳带的耐温度 也要达到800度以上 那么这个是一般的这个数据材料 是没办法达到了这么一个耐高的温度 所以呢我们就采用了我们核工业 包装管探陶辐射技术 通过这个技术呢 我们就制备了在有氧环境下 能够耐1000度的火炬的这个外漂带 这样的话就确保了火炬外壳 能够在高于800度的这个清晰烂窗中 能够正常使用 飞扬火炬的造型看上去浑然天成 找不到任何接缝与孔隙 这里面其实大有乾坤 我们现在看到这些设备啊 那么这些设备的功能呢 主要是把这个火炬的这个上端和下端 怎么给它粘合起来 那么我们这火炬的上端呢 它是一个碳碳符合材料 它要耐800度这么一个高温 那么下端呢 因为它手持 因为它手持的话 它不需要那么的高温 所以它200度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就采用了这数字符合材料 那么这两种材料呢 它的这个膨胀系数是不一样的 要差几个数量级 所以我们呢就采用了一种 低膨胀系数的一种链接剂 那么再加上我们这些专用模具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它很好的把这两个粘合起来 达到这个一个比较完美的这么一个无痕的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大家看到我们真的这样品做出来以后呢 看不到这两个粘合在粘起来的 好像是一体做的一样的 因为没有现成的 我们自己去摸索 找理论 什么情况下它会开裂 什么情况下有什么东西出来 然后最后一步一步把这个事情解决掉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和这个合法所的团队 就是在这方面把这个问题克服掉 真是让我感慨 天才的建筑师高迪说 直线是人类的 曲线是上帝的 而我们的飞扬完成了一个如此复杂的造型 可见这背后对于工艺的要求有多高 作为全球首次以碳纤维复合材料制作的奥运舞具 如何实现艺术与科技的完美结合 从一张设计图到批量生产 飞扬火炬的诞生经历了多少故事 创新北京栏目 实地走访北京 上海 江苏三地 为您揭开飞扬火炬的神秘面纱 我们跟飞扬的距离又变得更近了 近距离的观察才会发现 它其实还有很多值得回味的细节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火炬从灰色的部分 会看到它有一些像雪花一样的六边形的纹路 然后往下逐渐渐变 颜色由灰变成红 而这个图案也由冰雪变成了我们非常熟悉的祥云图案 这个祥云图案让我想起了08年北京奥运会 通过大火 高温喷漆 雷光雕刻刻出1268个图案装饰 一个火炬外壳才基本成型 而1280个图案装饰又是如何做到渐变突起 在曲面上完美呈现的呢 我们是在一个一个锥形的一个渐变的一个复杂的一个曲面体上 实现这个一次性的把它雕刻出来 在目前来讲我们国内的话也是首次 而且之前的话一个雷雕都主要是在我们的一个 像塑料金属上面做的比较多 在碳纤维复合材料上做那么大面积的一个雷雕也是第一次 而且就是它有一个技术难点的话 就是说它最下面的一个响云 它是一个凸起的 但是到我们那个雪花的渐变完之后 雪花它是凹下去的一个过程 所以从凸到凹 还要在整个的一个复杂渐变的一个过程上 实现一次雷雕 其实是一个满难的一个挑战 就是它整个一个在XY方向 然后在Z方向 加了一个私物电机的一个旋转来配合 同时呢我们为了保证整个的一个图案的一个完整 就是每个图它在不同的曲面和凹面的话 它要进行一个修正 就是每个图案可能1268个图案 可能至少有800个图案 它要通过一个修正 才能保证每个图案呈现一个独立的完整 整个最后最终我们还保证 我们那个整个这个接分 是在我们那个盲范槽内 然后最后我们盲范条盖住 就整个看出来这个图案是一个完整的 就没有任何的一个接分 所以说这个也是非常难的一个 最终的话我们是 就是说通过最终的一个联合开发 然后实现了一个量场 目前我们单只火炬这个雷尿时间大概是30分钟 所以说也具有量场的一个可行性 从材料的选择到成型的工艺 技术公关团队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点 好不容易松了一口气 到了生产环节 却又遇到了新的困境 说到达到要求 我们这个火炬大家看到的 真的像一个工艺品非常漂亮 被动的非常压力大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是在骂他们对设计团队 他们不懂生产光设计 他们也在说你们怎么水平不行 复制不出来 最后大家理解了 相互制造和对比上面还要有什么结合 其实原版图纸 它也是有一个不断在修改的过程 就是最早中标的那个图纸 去年发布 一开始发布的这个图纸是外形 大家看看今天看看 大家其实也没什么太大差异 但是它细节上不断地在调 打版的过程中不断地在调 哪个地方厚一点 哪个地方薄一点 还要看它反光各种各样的事情 后来我们也跟他们商量 我说你们追求完美是对的 但是我们制作上有难度的 我说你们这样 你们设计师到我们的制作的那边去 一起看哪些你的设计能实现 哪些不能实现 然后怎么样来统一 也是经过反复几个月 最后大家都认为可以了 所以说不是简单的是复制 其实是设计团队和制造团队的一次再创新 这次火炬给我们这个研发团队 其实也是一个理念的改变 这个这么难的东西能做好 相信将来客户提出的各种各样的要求 我们也可以集思广益 通过这个解决方案来 给客户提供更好的产品感受 要相信这个解决方案 解决办法总会比困难多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碳纤维复合材料制作的奥运火炬 如何实现艺术与科技的完美结衡 从一张设计图到批量生产 飞扬火炬的诞生经历了多少故事 创新北京栏目实力走往北京 上海 江苏三里 为您揭开飞扬火炬的神秘面纱 碳纤维材料一次成型 这个火炬是拼接在一起 但是我仔细看来看去 也没有找到点火的地方 这火炬怎么点呢 是里面有一个装置 还是我们通过外侧引火 包括里面的燃料又是怎么装进去呢 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跟随着记者的信头 一起来探秘一下 成品的火炬到底是怎么组装的 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飞扬火炬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外飘带 内飘带和清气燃烧装置 燃烧口就在内外盒之间 而火炬内部还有一个小型的储清瓶和减压阀 可以轻松拆卸方便换气瓶 冬奥火炬具具体是怎么安装的呢 装所有的瓶阀 瓶和阀 包括内飘带 外飘带 只有一个字 顺 如果你不顺 你肯定是有问题 要重新确认 那个密封件接触到那个瓶口的时候 它会有一定的阻力 这个没关系 就在范围之内用手拧 手拧 反面拧进去 这个减压阀一体化的 包括现在都一体化来的 它是有方向的 阀的方向是对着什么的 内飘带那个开口处 开口处就孔着开口处 小心地滑了 不要碰上 那这里面还螺丝先卸掉 这里有一个细节跟大家说一下 它那个燃烧管 为了保持它的火焰形状之后 它是一个变静的 而且一个三体曲面的一个东西 那么我们装这部的要点就是 燃烧管 这个先往后退 燃烧管对着那个减压法后 低压到那个接头 接头之后 要你目视要什么呢 保证最后一段 是垂直于这接头的 用手拧 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能手接着 感谢您的感谢 Would you like to love me 好 评论 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想大家可能已经把这个火炬飞扬了解得通通透透了 对 刚才你在讲到有关奥运火炬的时候 有一句话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 奥运火炬是科技和艺术的完美融合 我们回溯一下过往 每一次看到奥运火炬 无论说是火炬本身的设计 还是圣火的传递 里面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进步 那我们也来回顾一下 历史上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奥运火炬 它们都是什么样的 奥林匹克火炬仪式起源于希腊神话的祭祀仪式 有2700多年的历史 现代奥运火炬传递作为非比赛项目 已经成为了庆祝奥运会开幕的一项重要活动 最早的现代奥林匹克火炬出现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 当时使用的燃料是复合霉粉 此后奥运会火炬燃料还使用过松香 液化石油器 橄榄油 饼丸等 而冬奥会首次使用巨型火炬台是在1952年 在挪威奥斯陆举行的第六届冬奥会 早期的火炬传递只采用跑步的形式 但自从1952年奥斯陆冬奥会 挪威人别出心裁地使用滑雪传递圣火后 奥运火炬传递的花样也层出不穷 比如1994年利勒哈姆尔冬奥会火炬接力 是奥运史上第一次使用降落伞进行圣火传递 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火炬 在澳大利亚东北部的大宝礁附近海底 完成了三分钟的水下火炬接力 那是奥运圣火首次照亮水下世界 1976年的蒙特利尔奥运会 通过传感器将圣火的热能转换成电波 并经太空中的人造卫星传到加拿大 然后使用激光在蒙特利尔点燃火炬 实现了奥运圣火首次太空之旅 2014年索期冬奥会 国际空间站的两名俄罗斯宇航员 携带火炬走出舱门 进行的太空行走 历史上的火炬传递还真是形势很多 而这个火到底有什么来点燃料使用什么 其实也经历了很多的变迁 曾经用过甲丸钉丸这样的燃料 为了视觉效果更好 有一些奥运会开始使用固体金属燃烧的方式 这样产生的火光颜色更加的鲜艳 更有火焰的 它的视觉效果要更好 但是据说50年代有一位拿着这种火炬的传递手回顾 当时产生的火焰温度特别高 自己差点脸就被烫伤了 这还有危险呢 所以奥运火炬的燃料它要可燃性好 同时还要保证视觉效果良好 这一次北京奥运会使用的是氢能源燃料 氢能源燃料也是建行了本届冬奥会低踏环保的理念 这个部分我们要点一个大大的赞 但是氢的燃料作为奥运火炬的燃料 它的火焰的那种视觉感 好像这个冲击力还不是很够 它的颜色可视性 也是一个要考量的问题 另外高压储清的技术 还有氢能安全利用的问题 都是设计研发者们需要考虑的 而其实这些问题在设计的过程当中已经被解决了 在我们看到的飞扬火炬当中 其实还隐藏着不少的秘密 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 2022年北京冬奥火炬飞扬 使用氢作为燃料 践行了绿色奥运的理念 除了能环保 氢燃料的特性 还让冬奥会火炬接力 能在低温环境中极寒天气下顺利运行 它之所以采用氢能这个燃料 是因为我们考虑它作为是一个最清洁环保的燃料 来去采用它 氢能在燃烧的时候 它的燃烧产物只有水 没有二氧化碳 它是一个完全的零排放品 这是我们选取它作为燃料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使用氢燃料 也给火炬的设计研发者们带来了重重困难 首先是我们碰到了这样一个火焰的颜色问题 大家都知道清气的火焰在日光下它是不可见的 是看不到的 这不能满足咱们各位老师拍摄的需求 那么我们在研制的过程中 首先研制了一种可以调节清气火焰颜色的配方 来去让它在日光下具有可见的火焰颜色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我们碰到了火焰的稳定性问题 特别是在咱们冬奥会的火炬传递过程中 它会有很多高速的或者大风的环境 那么我们去解决了火炬在大风中 就是100公里每小时的一个状态下 一个火焰燃烧的稳定性问题 再一个就是高压属性问题 这涉及到一个清能安全利用问题 依托于我们这个单位 中国航天多年的技术积累 我们在那个研制的过程中 解决了很多清能安全利用的技术 然后首先呢 我们是采用了这样的高压属性技术 在这样一个高压属性的属性容器里面 我们这个采取了非常高的安全技术 来去对它进行处理 最后一个问题是 我们碰到的是一个大比例减压问题 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 在我们的这个手势火炬的内部 它的空间是非常狭小的 在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里面 我们如何实现这样一个高达几百倍的 大比例的减压 也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 就是我们研制了一款就是轻量化的 小型化的 轻气减压方式 来去对这个轻气 高压的轻气进行减压 其实呢 轻能它是一个比较难以密封的燃料 然后我们在测试和研制的方法中 对这一台储清容器的 它的安全性和密封性 进行了多次的测试和测试 高压储清技术的轻量化应用 让手持火炬成为了现实 在实验室里 我们看到了工作人员对于火炬的火焰颜色形状的各种测试 我们刚才现场看的一段 这就是各个接口的泄漏 进行一个检测 我们的结构本身要确保不泄漏 包括我们的瓶口阀 进行多到的密封 措施 我们进行比较轻巧的 瓶口阀的设计 也是跟瓶口阀 检验阀一体化设计 那么减少了密封面 密封的通道 这个数量 但是在每一道密封里面 又加强了内外结构的防密封设计 初步采用的是 铝合金内单加碳纤维缠绕 这样来储清气瓶 那么这个技术 在这些年 在咱们国家的氢能源汽车上 包括我们氢气的储存上 也有应用 那么随着技术基本的轻量化应用 我们包括这个科学性实现 我们在火炬上 我们通过初步的分析 也变得可行 科技之光照亮世界 一支冬奥火炬 既有着创新的外壳 同时也有强劲的内心 它是可持续发展的 绿色环保理念的体现和融合 同时我们看到 它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落地 也体现了我们制作人员 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而我现在对于冬奥火炬的传递 还有本届冬奥会是更加期待了 2022年2月2号到2月4号 冬奥火炬将会在北京 延庆 张家口三个赛区传递 有1200名火炬手将会参与其中 我们也会在更多的场景下 见到冬奥火炬飞扬 飞扬的身影 感谢您收看我们本期的 创新北京 也要跟您拜个早年 提前祝您新春愉快 虎年大吉 我们下期待